飛彈基地滾出去 立法委員何欣淳等多位地方代表 頂著大太陽 高舉飛彈滾出去等標語 大家高聲喊出堅決反對的訴求 甚至還丟出飛彈模型 象徵要軍機飛彈滾出去 今天呢 欣淳跟自救會的成員 包括很多位里長 我們共同在這裡守護 我們絕對不讓國防部來進場施工 在大平年這個地區 它已經沒有任何的軍事席地 它單獨是一個飛彈基地 其實只是更曝露它的危險性 所以我們覺得它這個評估過程 我們是很純理 這個心情很像三溫暖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在那個屯區那邊 有一個藝文中心 然後前不久這裡又有一個 平臨森林公園 大家才想說 啊 台平有一個文藝氣息要提升了 結果現在又聽說 有一個那個飛彈基地要設置在這裡 這個絕對是大家不能容許的 日前軍方有意將愛國者飛彈基地 設置在太平平臨地區 對此附近居民是極力反對 一號這天也齊聚到 飛彈基地設置的預定地 表達堅決反對的立場 並且宣布自救會正式成立 我們呼籲所有的鄉親 我們成立自救會 就是有長期抗戰的決心 我們希望適死反對的所有的居民 能夠團結起來 如果不策案的話 我們就要一直連署 直到 直到 讓國防部知道我們人民 事實上是百分百反對 對 如果他們不策案 我們就長期抗爭 我今年只有七十二歲 堅持反對 反對我們的飛彈基地 來設置我們的病 因為這個地方有學校 有病院 有生人公園 有藝人中心 由於設置飛彈基地的地點 緊鄰住宅區 擔心影響住宅安全 直就會日前發出 反對平臨飛彈基地的連署 一天之內 就有兩千多人共同連署 未來 將會緊盯軍方的一舉一動 進行長期抗戰 持續發動連署 直到軍方撤除計劃 記者陳昭安 台中採訪報導